然後我就馬上看導演跟我們的製片同仇 有沒有發現是 對 然後他們就是 都不講話 然後繼續拍 小鹿 歡迎收看 今天的來賓小鹿 嗨 大家好 我是小鹿 小鹿是我們 私有的朋友 對 前同事 我們私有就說 小鹿有很多很多靈異事件 小鹿你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你的工作 總共做了哪些工作嗎 因為他剛剛講了一下 我這邊就聽到每一個工作 都是很容易遇到我們靈異事件的 我之前最早的做的工作 是在電影劇組 在劇組拍影片 然後之後中間 我換跑到中間 我有去打工在電影院裡面 那現在就是 在外面帶一團的領隊這樣子 你老實說你有沒有就是 刻意想要遇到靈異事件 沒有 因為你怎麼早都是感覺很八大 我其實很膽小 我很害怕 真的假的 對 所以你是沒有那種靈異體質的 我沒有 我八字算是重的 但是卻遇到很多 對 你怎麼會覺得自己八字重 有去算過啦 因為就是覺得 還蠻常遇到了 但老師跟你說你八字重 這樣會不會是那個老師不準 這我就不知道 因為如果八字重 不是應該更不容易遇到嗎 對 那這個八字的老闆 我不能講出來 因為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小路帶來很多 這個精彩的故事 在你之前當劇組的時候 遇到的 我拍了很多自片 那其他的話 有拍過鬼片的劇組 所以我目前這一次遇到 就是在鬼片劇組遇到 那有哪一些鬼片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心靈醫院 喔 很有名的是心靈醫院 那時候我在拍心靈醫院的時候 其實是我剛入行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最猜的時候 那時候的職位是自片 算是做的紮實比較多 就什麼都要處理就是了 對 幾乎每個 譬如說裝畫組啊 燈光組什麼事情 基本上都會用到自片 算是後緣的感覺 那時候呢 我們在拍 因為鬼片嘛 所以基本上都是拍夜戲 比較多 我們在一個 台北的某某大學區境 反正你們不是在真實的心靈醫院 對 真實的心靈醫院是在台南 那個台南心靈醫院 光在樓下拍就覺得很恐怖 那那個台北的那一間大學 本身就是已經有點詭異了嗎 它比較舊 比較老一點 在大同區 大同區沒有幾間大學 那哪一間我就不能說 好好好 那時候呢 為什麼會遇到這些事情 是因為我們那天拍片的時候 我們是在廁所拍行 那其實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我們的裝畫組會安排在 就是另外一棟大樓 所以基本上我們製片組要過去 裝畫組那邊拿東西 或是找演員過來 很麻煩 我們都要走過去 會不會是那一棟有冷氣的關係 還是什麼之類的 有可能 裝畫組的人都很擠白 沒有啦 就可能化妝的時候就是 就是還在補妝幹什麼幹 對 那就是我們走過去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是要通過一個停車場 那個停車場是沒有路的 那時候暑假都沒有 那你們開拍時間是大概都定在幾點 我們基本上我們都是錄夜開始拍 然後拍到凌晨 就是天亮前收工 那你們每次開拍前都會有什麼儀式嗎 拍鏡的時候一定要大拜 然後過一段時間要小拜 鬼片的話 它不一定是全部都在說 的同一個場景拍 所以我們換了一個場景去那邊去鏡的時候 就要再拜一次 那那時候因為我們通過的那個 停車場是沒有路的 然後是全案 然後我每次走過去 我都覺得很害怕 因為那時候 學校裡面也有停車 然後我都會很害怕 然後我都會看 因為越害怕 越想要去看 對你就會一直想要看到 就是有沒有什麼東西在看 其實你們有在拍片都會知道 其實我們的鏡頭在RAW的時候 在拍的時候 那時候收音是同步的 對 不能有任何人講話 對所以如果收到其他雜音 那個基本上就是不能用 所以劇組裡面很care這個東西 所以基本上在拍的時候 大家是不會出聲 不敢講話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很謹慎這樣子 然後就有一次 在RAW的時候 那個某的對講自己 然後死不死 他就突然講話 蛤 然後我就嚇到 我就嚇到 因為我很害怕被罵 然後就趕快把他轉向 然後其實他講話很大聲 然後我就馬上看導演 跟我們的製片同仇 有沒有發現是你 對 然後他們 就是 都不講話 然後繼續拍 對 因為基本上這個狀況 大家就是會 大家就會卡 誰在出聲誰聲音 我沒有那個 對 就罵了過 髒話 然後那時候我就看他們沒有反應 然後我就偷偷把我的對象 就是 就轉一點點出來 因為我 一開始我下頭轉向 我把對象說 我想說是 誰有事情找我們 還怎麼樣 然後我就聽 他就有一個女生的聲音 然後就 很沒有力氣的感覺 然後就說 好累 然後我就想說 是其他人 那你那個隊長機是 有連通誰嗎?還是整個劇組 都是同一個隊長機的頻道 我們是製片組的頻道 然後我就想說是不是其他人 結果我就看其他製片組 都在現場 然後重點是 他不只講一次 他就講很多次 好累 那種 就是一直在拖 然後後來我真的覺得很害怕 然後我就 我就趕快把你轉掉 拍完以後我就跑去找 製片組說我剛才講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安靜了一下 我就說你不用管這件事情 沒事就好 所以你之後去拜拜還是什麼之類的嗎? 之後我就自己去拜拜 所以你是因為這些原因然後退出劇組的嗎? 也沒有啦 但是後來就是換跑道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關於拍電影有什麼 就是習俗是不能做的嗎? 因為有些人說拍鬼片你什麼東西 例如說拍攝鬼片的時候也不能講名字什麼之類的嗎? 我們如果要叫的話 我們還是會叫名字 真的假的? 就會比較機會這些 開拍前一定就是進去 就是你要帶著一個尊敬 尊敬呢? 就是第一 在台北的某電影院 很有名的電影院欸 我以前很常去看那一間 因為他們有飲料跟點心的搭配 對 好像很少見 沒有啊每一間電影院都有飲料跟點心的搭配啊 在那邊認知多久? 加起來大概有一年多 你有算過大概遇過幾次零一時間嗎? 大概是 比較有感的是三次 那時候因為我們的電影院基本上 它有分的工作其實 到大鴻小鷹每個電影院都是樓層 說開影廳啦 然後擅長驗票 然後清潔 然後還有所謂的售票跟販賣部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是放映部 我們要去檢查檔案 然後去設定就是放映的時間 還有音量這樣子 那我第一個是我在放映的時候遇到的 那時候在尋放映的時候 我們每天早班 我們會進去營廳裡面 把放映部隊檢查一次 大概八點八點半就會看 那也是蠻光天化的時間 可是電影院也是密不透光啊 陽光進不來 所以其實會有很多在裡面 那時候我們的影城裡面 為了方便就是每一個 崗位的人能夠溝通 所以都會有像是辦公室室內電話的東西 對然後每個樓層有一支 就是驗票口的時候 那邊也有一支 然後每個放映室 每一廳的放映室都會配一支 然後那天我就一如往常 就是進去然後檢查 所以放映室一樣 只會有一個人夢中嗎 對 對就是整個中 只會有一個人在尋 那時候我們進去放映室裡面 我把事情都處理好以後 我就一走出來 我剛出那個影廳的門 然後樓層的那個電話就響了 那時候因為樓層的他們是九點到嘛 所以他們還沒有到 然後我就去接起來 想說是誰這麼早打電話過來 對我想說是主管打給我手的 沒有人講話 然後想說是可能有人誤打這樣子 然後我就把它掛掉 然後後來我就過了兩秒 我就想想不對 對 他剛剛那個電話顯示的是 從我走出來的放映室裡面打出來的 所以你是在哪裡接電話 從影廳走出來外面 喔 蛤 而且 所以你才剛從放映室走出來 放映室就打電話接過來了 那就要過來這樣子 天啊 他會顯示是不是 他會顯示是哪個地方打電話過來的 然後我就想說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再進去看了一次就是 你還敢進去 因為我就怕說主管可能在我 可能背對的時候就這樣 你還不過打電話回去還比較快 對然後我就進去 然後裡面沒有人 然後我就很害怕我就走出來 然後我就用那個電話帶主管 然後那時候我是在很比較低的樓層 然後就帶給主管 主管說他在最高的樓層 然後所以他的速度沒有這麼快 最恐怖的是就是那一天早上 那一天早上那個場子就壞掉了 就沒有播 就不能播 然後就一路到中午他都不能播 但是就是我會分享這件事情跟其他人說 我會想說 你這樣會嚇其他同事很討厭的耶 就像之前前一部 我那幾部電影共享主宗的概念 因為如果我是電影員長的話 我可能會直接離職啦 對 我那時候沒有直接離職 所以我後來才會碰到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我那一天的話 我那時候的工作是樓層 樓層很簡單 就是早班那時候就是進去看影廳 然後找上個場次幫忙驗票這樣子 那那天我負責樓層 那天只會有一個人當班 我在打掃的時候就是 那時候我是面對觀眾時邊掃地 然後我就聽到遠處有聲音 就是那種摩擦的聲音 因為那種天花板會撈樹或什麼 對對對 正常 就去掃就不對 那個聲音一直出現 然後後來有那種 螺素膠帶的那種聲音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不是有人在看電影的時候才會出現的聲音 出現的聲音 害怕我就繼續掃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聲音很近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然後近到是有壓迫感的那一種 嗯 然後我就想說不對 然後我就邊掃 我就掃掃掃 我就想說我往前看 你們知道電影院的椅子啊 大多都是那種 你沒有坐它是會翹起來 喔對對對 它是會翹起來 如果它壞掉的話 是代表裡面彈簧壞掉 它就是直接就是平的 就是回不去這樣子 嗯 我就往前看 然後看了大概三秒 然後前面的那個椅子 它的椅子就這樣 慢慢的就有人這樣坐下 蛤 然後 直接在你面前降下 慢慢就是像有人這樣 有人坐上去了 然後我就大概 認了五秒 然後我就抓著掃把 趕快跑出去 然後我忘了說 那天其實早上一直有一個異樣 就是說 因為你知道我們影廳外面 不是會有放預告片的電視 然後如果 預告片還沒放的話 我們藍 我們現在的電視沒有訊號 是不是藍瓶 所以你們早上都是藍瓶的 對 通常是藍瓶 然後如果主管已經開始放預告片 然後又會告片 但是那天不是藍瓶 那天就像我們古早電視 沒有訊號 那個黑白的那種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就覺得 有點害怕 但是我遇到這件事 我真的嚇到不行 就出來我就用對講機叫主管 你還可以用對講機 對 所以那主管有下來陪你嗎 那就陪我開庭這樣子 那你再回去的時候 還有看到那個椅子 還是他就繼續恢復 他一定恢復 因為基本上都是要客人走完出來 我們常常進去的時候 客人 那個字幕一放就繼續找電視 然後 我就 我就不管我會不會客訴 因為我今天真的太害怕 我覺得好險 你聽下來你今天這三個故事 都不是 那種有敵意 有惡意的 都是可能只是想要跟你惡作劇一下而已 可能他會有膽小 對對對 因為好像人家說你越害怕就越喜歡客人 對耶 那你現在旅遊業 有沒有說什麼飯店禁忌 你會跟你的旅客講的 我覺得敲門還是要敲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不用敲 所以是一種理性 但我覺得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到了一個新的空間 那邊我不知道有誰 我們至少先讓他們知道我們要過去 嗯 對 然後他們才會知道 懂得要 可能要離開啊 因為他們可能就會 原本在那邊 他們就會留在那邊 好啊 就是大家和平相處 謝謝小鹿今天來這個SENGOBIO 分享故事 我覺得很精彩耶 大家就是 記得要追蹤一下小鹿 也謝謝小鹿今天來SENGOBIO 那謝謝小鹿囉 大家掰掰 歡迎收看SENGOBIO 今天來賓亮亮 大家好 怎麼會來SENGOBIO 因為我有一些 親身經歷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彎亮亮呢 跟大家講就是 鬼故事的最熱門發生的地點 是在哪裡 飯店 只要人人去飯店 通常有五次都會碰到一次吧 幾乎 而且很多奇怪的迷信跟禁忌 你是在飯店工作多久 兩年多三年了 而且我還是做大夜班 那一定故事很多 要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 就是 為什麼會飯店比較容易遇到 靈異事件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那些靈魂也想找一個棲息地 對 因為飯店就很多 後半是人來來去去的 所以就 就不是一個穩定的居住地方 我覺得也有可能 因為每個人 相當都有一個靈性在 那來來去去 就會有靈魂交錯的可能性在 所以我覺得飯店的流量啊 跟那種人來人往的感覺 我覺得會是讓一些奇妙的靈魂想要寄託 本身今天要帶來的故事都是在飯店發生的 對 那你是有靈異體質的嗎 我不算 所以我對於看這件事情 我都是很正向的去看待 所以發生的事情 就是因為你不是有靈異體質 所以已經是沒辦法用科學來解釋 對 好 我要分享的第一個故事呢 就是在飯店的逃生梯 而且我那一棟的逃生梯 是在外面 因為我是上大夜班 我真的去萬華看電影的時候 好像都是那種逃生梯 老建築幾乎都是那種逃生梯 對 因為我們那一棟飯店 它確實是老建築繁星 基本的架構是沒有變的 所以逃生梯還是在外面 然後呢我們那時候就是因為 它呢晚上的時候都會發出個很奇怪的腳步聲 然後呢我每一次去 因為我的櫃台後面有個門 打開來後就可以直接往逃生梯那邊走 所以我每次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 我都會以為有人在我們後面 所以我都會開我後面的那個門 看一下是不是有人 甚至我從那個監視器看 根本就也沒有人 但是就會聽到那種腳步聲 而且是那種跑很快的感覺 就是像小孩子在窒息 你走跑很快我整個頭皮發忙 就是很像小孩子在吸鬧的那種聲音 就跑跑跑跑跑 這樣衝上去 對對對 而且這個聲音我一開始以為是 只有我聽到 如果是我聽到 搞不好是我太累 換你聽了 肩膀帶一般太累 或許是你們那個飯店車水馬龍 之類的 但是後來發現到說 會有訪客打個地方下來 因為他如果住的位置 是靠近有人調身梯的時候 他就會打來說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為什麼 外面還有人在跑步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們每一次去看的時候 都沒有任何的人 而且我還為此 從討身體的一樓 一步一步拿手電筒 一步一步讓我們跑到16樓 我什麼都沒有 我也不是講不出了 所以你講那段子 雞皮疙瘩 你整個大雞皮疙瘩 對 然後過一段時間 可能又會再出現 那時候有一直在想 因為有時候可能開會 都會跟主管會報說 今天哪一層樓 打開房間 有在幾點幾分的時候 反應說討身體有聲音 然後早班的人 或是下一個班的人 都會也會去檢查 就沒什麼事情 但是到了晚上 然後就又會出現 電梯發生的故事 也是在同一個飯店 沒錯 而且你們這個飯店很有名 因為他剛剛一講 就是 因為我們上大夜班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都會把走廊的 跟打聽的音樂關掉 因為大概過10點之後 我們就連親音樂 我們都會關掉 所以只要一關掉之後 到了晚上 只要電梯一啟動 就會聽得出 所以電梯就有... 那你們從一次值班是幾個 兩個人 然後我們就會聽到 電梯啟動的聲音 通常櫃台一定都會有檢視器 該述一下 我們飯店的樣子 就是我這邊是櫃台的話 然後我 門口是大門 電梯在我的鞋後方這個地方 所以它這邊是有一個L型的 所以電梯在那邊 所以每次電梯一啟動的時候 我的直覺就會有先這樣看 我就想說誰 因為通常大半夜會按電梯有客人出來 我就會眼睛去看我旁邊 因為我們坐在櫃檯就會有個監視器 看那個監視器 沒有人 電梯沒有人 電梯沒有人那就算了 樓層也沒有人 那誰按電梯 你按電梯的時候 你要嘛就是你已經在電梯裡面 你要上樓或下 要嘛就是你在樓層 因為我要叫電梯上來載我 但是我就看了一下樓層的那個監視器 你是說那天半夜然後突然 就有人從電梯上來 還是電梯上去 電梯上去 但是樓層裡面沒有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哪一間 哪一層的人按的電梯 然後我就覺得沒有人 然後我就再看了一下 所以電梯是要去幾樓 然後我就看了 最高樓層16樓 然後就看了一下16樓 然後我就再看一下16樓 然後我就再看一下16樓的那個監視器 沒人啊 就是沒人 你真的講很恐怖啊 對 然後就 你來自己看起來 就又沒人 然後我就從那監視器那邊看 那電梯門就這樣打開 就又這樣關上 那我們應該監視器 應該都是從那個鏡子裡面去拍 所以我們出路通常都會看一下說 那有沒有人按樓層 也沒有人按 就電梯就這樣上了16樓 所以如果是16樓 他就應該要停在16樓 沒有 他下來了 到了一樓 叮 門一開 我們就是裝正經 不要回頭以後 就裝正經這樣子 然後門就默默關上 就開始有一股良意 但下一秒更詭異的事情 我的大門就開了 然後呢 重點是大門開了 我也以為 因為我們的大門 我這樣講會不會太明顯 大門是木門 我相信大家可能是知道 它是木頭門 這樣推的 我根本就看不到 外面是有沒有人要進來 所以門一開之後 我就會想說 是不是有客人 我就立刻站起來看 沒人 所以呢 可以推想的是 就是剛剛那個靈魂 是從16樓下樓 從我們以前經過 從大門出去 然後我就會這樣 我就會這樣子 從頭髮到底耶 這個有透過 這個故事很精彩 所以呢 我就是 因為那個良意過來的時候 我想說 他可能就是在 就殊不知他還出去耶 因為如果這是巧合 那這一切也 巧到不能再巧 對 因為怎麼可能下門開 然後 而且如果說今天有人 過小心經過我們的門 因為我們那一棟 我發現的是 門是木門 但是旁邊是透明的玻璃 對 所以如果有人經過過小心感應到的話 那旁邊應該有人要走過去啊 也沒有喔 我有個同事 就那時候一起打扮同事 就是他一直在狀況外的一個人 因為像我是屬於 敏感度稍微高一點 我就會 我就會比如說 欸其實電梯怎麼到16了 他說沒有啊 幹嘛他就是這樣子的人 然後呢 後來我 門那件事情結束之後 我就跟他講說 剛剛門就這樣自動開了耶 然後就 所以呢 就是他是屬於很無感的 這種可能就更沒有發生 對 但是呢他就是 你知道嗎 他說你不要自己在那邊 自己嚇自己好不好 然後 他後來就會這樣子跑去跟 比如說他身邊的朋友講 他說你看我的同事 很害怕耶 就是這樣講 就某一天我就覺得 我感覺他應該就是自己 然後 亂講話 他開始連續請假 因為他生中病 就是在那個門刺勤之後的 一個禮拜內 他就生中病 然後找不到原因 找不到原因 因為亮亮本身是這個 飯店的服務人員 之前 那我們 正好現在大家都想要知道 飯店到底有什麼禁忌 是大家不能做的 不小心就觸犯到 好兄弟 我覺得 第一個就是 就像我 覺得說 他們也是一個靈魂 然後我們也不要去觸犯到他 所以對他們也是要禮貌 就到了新的房間的時候 開門之前盡量先敲門 對 有人說好像要敲三下這樣子 對對對 我覺得就是禮貌這樣敲敲 就可以了 就是進去 然後我覺得不用再特別的 去跟他們講話 因為你越是跟他們講話 他們就越覺得說 你是看得到我嗎 你喚醒了我 那我就要來跟你做朋友 之類的 所以我通常 不太會再刻意的去跟他們講話 因為有的人會說敲門之後 就說不好意思打擾囉 我不太會講不講 抓門 房卡然後敲敲門 然後開門進去 然後就開始做自己的事情 放東西有的沒有 你不會再去跟任何 你所看不見的東西講話 因為你看不見他們 但他們可不可以找不到你 所以我就不會去打擾他們 那你有沒有有些客人 他們對哪些禁忌師 你覺得 很妙的 對對對很妙的 我覺得他們 就是會一直說不要邊堅 然後我覺得邊堅 邊堅主要是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最後一間好像感覺 飄飄們 或者是這些人 會喜歡躲在最後一間 但我覺得其實沒有這樣子的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他們也是一個靈魂 他們也會有他們自己的生活的方式 他們也不一定會 他們也不喜歡住邊堅 對啊 他們搞不好也會就是 選個第二間 第三間 所以我覺得不用特別的去 介意這件事 那你有聽過說 進去要先沖馬桶水這些的嗎 有 但我基本上不會 他會刻意去做這件事 因為你越刻意 會讓家覺得說 你是越要防範我嗎 對 我覺得有 因為他們也有跟你一個 和平共處的感覺 你不打擾他 他們也不會打擾你 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因為我在網路上有查到一些禁忌 像有人說進去之後 你要把床鋪都弄亂 因為他說如果進去有兩張床 一樁裡面有弄亂的話 他會覺得說 這張沒有人睡 所以晚上我就睡這裡 我覺得這個是有的 可是我個人覺得 有一個方法可以避開這件事情 你不用刻意的去把它弄亂 你只要把心理放上去就好 我覺得 可是我在想說另外一個方向是 你先弄亂 他回來再亂都不知道 最怕是你沒有弄亂回來 卻是亂的 所以這更恐怖吧 太恐怖了 因為就是要打麻將 如果你去搜那個麻將的話 那就是防護阿姨們 就是你搜麻將 如果你全部都搜從同一面 然後你打出來 有一顆在不同反面 就很恐怖 所以我們搜麻將的時候 都會故意把麻將弄得亂亂的這樣子 對 然後有人說 浴缸的水要全部放乾 或者是睡覺的時候 不要流有水質 或者是 就是沒有放水 因為他們說水就像鏡子一樣 然後這種反射是 那個好陪友進出的 一個通道 對 但是鏡子我會巧妙的避開 因為鏡子確實是他們的一個通道 那比如說像有些人在訂飯店的時候 或是你在留意一下自己訂的飯店 有沒有一種狀況是 你睡覺的床 正對面是的鏡子 如果是這樣的話 建議還是避開 對 因為你等於擋在人家的門口 那時候你們就會幫他們處理掉是不是 我因為通常 我們自己的飯店 是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擺設 可能其他家飯店會有這樣 因為可能有些小型的旅館 炒套房的那種 他們可能因為擺設的空間有性 所以就會把鏡子放在你的床前面 那一個方法就是我會用浴巾掛 對 就比如說洗完澡飯 你也要曬雨 浴巾掛會不會更恐怖 但我就是會把它擋住 對 有些人說說起來之後 看到自己也是會嚇到 對 因為神經不是大家都長很好看 對阿 所以我覺得競技是 大家每個人可能是營祭的習慣 而制定競技的 反正就是以尊重為前提 好那就是 謝謝亮亮今天來分享 這個靈異故事 那觀眾朋友啊 如果你有靈異故事 或者是超自然的現象 想要分享的話 記得要投稿到這個現象 留下你的姓名 然後聯絡方式 然後你的故事 我們就會聯絡你來上顯鍋廟 謝謝亮亮 謝謝 記得追蹤亮亮IG 謝謝 不是我最近也自己開了一個 自己的Youtube頻道 叫做亮亮WannaBe 麻煩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 也是蠻精彩 也是訪問很多健身教練 因為你的脈身邊都是健身教練 對對對 那記得要去訂閱亮亮 然後公開他的影片 謝謝亮亮 謝謝亮亮 大家掰掰